2020台湾灯会处处都是亮点 像是师傅特别邀请到国宝及花灯艺术家林建儿老师 在厚里马场的厂本部 以世界上最大和最小的马为概念 手工打造出骏马花灯 不但表现出马儿的骨骼肌理 还在眼睛上加上立体睫毛 活灵活现的姿态和面部表情 也让骏马花灯徐徐如生让人为之惊艳 一双大眼加上立体的睫毛 咖啡色的马儿肉出笑容迎接到访的游客 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马 而是由国宝及花灯艺术家林建儿老师 亲手打造的骏马花灯 活灵活现的姿态与面部表情 让整座花灯徐徐如生令人为之惊艳 我第一眼看到这个花灯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马的头部做得很显实 尤其它的眼睛是立体的 这个我在平常的花灯里面倒是 很少看到这种手法 我觉得这个马的花灯 它整个细节的部分做得很逼真 那它整个骨骼 然后它的牙齿跟它的睫毛 这些都做得很细致 师傅表示 今年台湾灯会在厚礼马场园区 以动物狂欢嘉年华为主题 为了呼应马场特色 特别邀请国宝及大师林建儿 以世界上最大和最小的马为概念 纯手工制作骏马花灯 希望透过灯会的展示也让大家认识传统花灯的工艺之美 厚礼马场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马 所以我们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请到我们的国宝集 林建儿老师为我们打造世界最大的马和世界最小的马的一个花灯艺术 那它希望在我们厚礼马场的一个传承 不仅是马的传承 还有灯艺的传承 能够让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个花灯的一个艺术的一个意义 不管是马的骨骼机理还是毛发细节的呈现 都展现出高超的制灯技术 开灯或不开灯都各有美感 师傅也表示 随着台湾灯会即将在23号圆满落幕 民众除了把握时间进场赏灯之外 未来巨马花灯也将考虑原地保留 成为园区里的正常之暴 介绍播放台中长报道